在新北市的双溪区虎报潭 惊传疑似有民众参加大自然体验营失踪受困 因为午后大雨吸水暴涨 疑似有六个人失踪遭洪水给冲走 包含了四名小孩和两名大人 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失踪的五岁女童 她是自行前往了当地的派出所来求救 而另外在现场大约还有13人正在等候救援 警销获报之后已经出动了30名的救难人员全力抢救 该就了解这个社区自主出游的自然体验课程 是由从这苏子坝虎报潭古道 本来要走前往太平21号道路 当时因为雨大而选本想要折返的 前方小孩是有大人带 但是仍然不慎跌入了西中 目前两大四小失联 而对岸有九大四小目前平 就没有人家人发生了 dabar似小孩儿 是否比较小孩儿 而是没有任何词 这只能为奇迫